我们修行人本来不能讲话多了 消耗缘气 所以有一位师父他说 如果早知道的话 盲目、鹅龙、哑巴是最好 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些才能修行的 是吗?我们不用 而且讲话多的话 对自己也不怎么好 对别人也不一定好 他听这边跑来边去 有时候乱批评又造业障 不讲也不好 如果释迦牟尼佛没讲话 耶稣没讲话 我们怎么能够记得 原来有佛心 原来有佛徒 原来有天堂在内 不过因为他们讲话 所以他们自己才受伤害 不是说身体的 那个还不讲 讲话叫人道理 那一天那些政府 或是敌人不高兴 讲话谁都喜欢 都听了赞叹塔 啊 这都心没有出来了 是的